念佛感应路 一 撑 念佛鬼退 二 拼命念佛化解群鬼 编者 慧敬法师 北通州 王铁山者 前清曾坐广西翻台 其时广西土匪甚多 比于坐兵被盗时 即设计较灭其党 所杀甚多 四年前得病甚重 义和眼极限在黑屋中 其屋甚大 又甚黑 其鬼无数 皆来逼迫 遂及惊醒 久则复何眼 其境仍如是 复惊醒 三昼夜不敢何眼 其人已奄奄一息 其妻阴遇之曰 你如此怎模样好 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吧 念佛总会好 铁山一闻此言 遂拼命念 未酒 即睡住 遂睡一大绝 乐无境界可得 而并亦见见全欲矣 因常斋念佛 铁山前年与陈西周来山 亲与光说耳 印光大师家言路二矣 按 王铁山者位居将领一生令下万灵丧命 只有造业不信佛法不知教理亦未归一 并重身微群鬼 现前三日不眠命在旦夕 村禅悟道打斋拜颤丝等修行缓不济集 只有念佛不可思议 一念弥陀群鬼远离 再念弥陀当夜安息 念念弥陀重病痊愈 不问善恶 不问信 一元顿碱亦无法能比